我們現在是講第四點 輕鬆得性的第四點 我希望大家記得 輕鬆得性一直處理生命 第一就是活在神的愛中 第一點就是每天都享受神的愛 活在神的愛中 第二就是我們信靠神 親近神 遵從神 神就凡事祝福 就是說我們相信所有的事神都會幫我們 第三就是神在我們生命中有情願計劃 這個是第一個大部份 下一個部份就是處理生命 第四點就是不要讓人或環境破壞神 在我們生命中的計劃 而我講到一些方法 這個方法其實是很有用的 希望大家會記實 但一定不要搞錯 一定要不要想錯 因為我的意思就是 如果有個傻佬罵你 說你是傻的人 我們不會放在心上 因為他是有問題 但是很多人呢 他們會說一些很負面的說話 有時候我們很介意 所以受傷害 我們學到一個是什麼呢 就是不要將他的說話放在心上 正如我們不受傻佬的影響 我們不要說人家是傻佬 千萬不要說人家是傻佬 這個原因千萬不要搞錯 而是說人是罪人 必定會說錯話 必定會傷害人 必定會有負面的說話 其實實際上 人自然地是很容易會發紋症 發怒吵人家對你不好的時候 很自然會發紋症的 但是我們分辨到 人都是有罪 所以會說負面的說話 於是我們不放在心上 這是最重要的 就是說 接受他們會說負面的說話 接受這個是一個事實 尤其有些 上一星期 在小組 曾經有組長 就告訴我 有一個組員 就說 真的有一個很難頂的 這個組長都說 如果是我也很難頂的 這個人真的很難頂 我都說 有些人真的很難頂 如果他很難頂的時候 我們就要心裡記實 分辨到 他是真的很難頂的 很有問題的 於是他說的話 更加不需要放在心上 有些很明顯的 最難搞的是什麼 有些人又很好 不過忽然間又弄一句出來 那你是難處理一些 因為你的心要調教 但是有些人很明顯 是對 就是說的話是傷害人的時候 你就分辨到他有問題 那你就接受 人是罪人 於是會說傷害性的說話 那你就不會放在心上 但是你千萬不要說他是傻佬 只是說 接受人是罪人 所以 也都不要心裡說 咒了他是罪人 只是說 我接受 人是會說 傷害性的說話 但是同時不受影響 又同時祝福他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秘訣 就是說 正如 傻都罵我們 我們不會生氣很久的 在我來講 即是我來講 我立刻就處理 但是有些人可能都會生氣幾個小時 就是回家就說 哎呀 今天為什麼被人罵 在街上罵 但是他可能第二天 他已經會放手 因為知道這個人是傻的 那個人說 你什麼要給他影響 你給他影響你才傻 所以我們就分辨到這件事 但是呢 同時是祝福他的 這個很重要的 就是所有負面的說話 就好像火箭 魔鬼的火箭 射在我們身上 我們這些說話 就不要放在心上 即是 刻意知道 這些是傷害性的說話 劃清界線 不是跟他劃清界線 而是跟負面的說話劃清界線 這些是會傷害我們 而且這些負面的說話 只是留在空氣幾秒鐘 你看一句消息就可以了 不用介意的 有任何不好的東西 不好的東西發生的時候 如果我們不介意 就會過去的 但是很多時候 人們會想很久 所以其實不需要想的 接受它是這樣 其實基本上就是 接受人是罪人 所以人們會說一些 傷害性的說話 也很多時候 人們知道會兩敗俱傷 傷輸是很慘的 先他們都分享 就說到 如果真的 以後都是 以後都是這樣失敗的時候 就很慘了 但我們可以開始 雙贏了 其實大家對 互相好 已經是會雙贏的 很多人就是被對方驚惱 於是就會發怒了 負面的東西一定要賭出來 所有人說的說話不好的 一定要賭出來 這是很重要的 而且 遙述 而遙述很重要的是 體術 其實個人都受了很多傷害 於是會發脾氣 於是會傷害我們 好了 現在說 我們會說 今次會說 其他受人影響的地方 還有 不要受環境的影響 第二點就是 過度依賴人 或者負擔人的淡子 因為人很多時候 就會依賴周圍的人 希望他們都會好 因為人的心態覺得 家人是最重要的 這個的確是真的 家人是很重要的 這個世界上是很重要的 但是我們發覺有時候 有些家庭是健康很多 但是有些家庭是有困難 當然最好有輔導 有輔導的時候 處理以至那個困難的家庭 可以轉好 其實是可以轉好的 如果我們用更多愛心 耐性 更多笑容 明明他講不好的話 都不要放在心上 這樣的時候 是有機會將他拉回頭 還有子女不聽話 你越猛了 他越不聽話 但是你對他 是一樣 他有付出的代價 努力 你都欣賞他 哇 你很厲害 可能他 這次 他都是不合格 他上次考試 30分 這次40分 通常有些父母說 只有40分 還沒合格 怎麼可以 但是如果他上次30分 這次40分 你說厲害了 好厲害 我們慶祝一下 慶祝一下 下次就會好些 因為他覺得你欣賞的進步 但是同時 我們都不能夠 依賴他的掌進 作為開 不是他要乖才開心 如果你要等對方乖才開心 可能就很辛苦 就是我們不能夠 依賴人 依賴我們的家人 但是我們必然有的 依賴一定有的 一定有某個程度 譬如很簡單 大家會合作做一些事情 譬如一個做洗衣 一個浪衫 譬如那個沒有浪衫 衫都放在那裡 譬如那個洗完衫 就出去上班 第二個要浪衫 他都要依靠他浪衫 如果他沒有浪衫 回到家裡 都是衫還沒浪衫 是必然有一種互助的關係 但是呢 當這件事真的這樣發生的時候 我們就去找解決的方法 而不是去煩惱 不是好像說 搞錯了 明明告訴他要浪衫 沒有浪衫 那衫怎麼辦 在那裡吐 這樣想的時候 是不會有什麼好結果的 但是當他說 既然你沒有浪衫 不要緊 現在浪衫 唯一的辦法是這樣的 如果真的這衫是 臭了 你要洗回去再下 這樣的時候 有一個處理的方法 處理的時候 就不要依靠對方 要乖要好 我才開心 這一點很重要 就是說 他不乖 我都保持開心 不要依靠我們的親人 我們的家人 在詩篇一百曆四十三 四十六篇第三節 我們一起讀 你們不要依靠君王 不要依靠世人 他一點不能惡助 就是不要依靠人 當然有些人說 不是 為什麼一點不能幫助 總有些人不能幫助 他能夠幫助一些 但也有很多東西 他是幫不到 他不能夠徹底幫我們 他也不能夠在生命上幫到我們 唯有神才能夠幫 那你說有些人 幫到我的生命 是因為神透過他幫你 就是那些人 是給神使用的人 才能夠幫助你 譬如像我一樣 真的能幫到你們 但你也不能依賴我 為什麼呢 你一定要自己長大 你要靠那個是神 不是依賴牧師 或者祖長去幫你 你依靠那個是神 就不是依靠了人人 我們幫人 或者幫家人 或者其他人 不要揹著你的重担 這件事是我常見到的 有時我試過有媽媽跟我說 麻煩你幫我兒子 我兒子很不聽話 又不讀書 又不做工 現在不知怎麼辦 其實這個時代 我們發覺很多人都是這樣 就是我都覺得 真的很難搞 那我就 我說好 我願意 接著他就打電話 他就跟兒子說話 快點快點來 為什麼不來 沒有理由 牧師要見你 一定要來的 結果他沒有來的 那我就跟那個媽媽說 我說 你阿仙的語氣怎樣 她說 都不是很好 那你這樣說話 你兒子怎麼會來呢 是不是你幫他 有時都是這樣 她說 有時都是很生氣 見到他我就生氣了 因為他 依靠他 他要乖 他才開心 但是他越生氣 兒子越是不聽話 就是阿斌叫狗 越叫越走 叫來叫 他剛剛說 叫他就越走 越不聽話 但是如果我們真的有愛心 有笑容 反而他會聽話 所以你想改一個人 重點就是 因為有個謊話 很多人相信的就是 罵人呢 是最快見功的 很多人認為罵一罵他 醒了 那就做事了 但是其實有反效果 他會以後不喜歡聽你說話 所以罵人呢 並不是一個好的方法 是會破壞關係 以及會令到個人不願意 接受我們幫助 所以我們不要揹著他 那有時有些父母 我都真的要跟他們說 我說你要放手 因為你的子女是另一個人 他真的不聽話 你盡力在一切的能力 他不聽話的時候 你真的幫不到他的時候 你只能夠放手 但是你繼續幫他 他的心放手 就是他心放手 不要那麼不開心 然後你有喜樂 你可以幫到他 但是有很多父母 因為他的子女不聽話 他以後都不開心 那時候他沒有力量幫他 他見到他就很煩 很煩 那時候幫不到 但是呢 當他輕鬆又喜樂 又關心 他才能夠幫到他 那有些人說 明明看兒子 那怎麼開心得來啊 就因為他的心態是依靠他 但是如果我們的心 是掛著神的時候 神就會給我們力量 親近神就有力量 那就越來越輕鬆 其實我很開心聽到他們兩位呢 就是 就是給神吸引改變 於是他 給神改變 於是他關係上就有動力了 所以希望我們呢 幫助一些難幫的人的時候 都不要想著他一定要幫 有些太太 或者丈夫 想他的配偶會改變 但是有時候真的很難改變 這樣的時候 你都要放手 但是你一定要愛他 但是你心裡面放鬆一些 就算他不好 不死得的 已經這麼多年都不死得了 那現在都不會死得的 就是 反而呢 你鬆一些呢 他又會改變 這樣就有盼望了 就可以改變了 所以其實 我第一次輔導之後 後來有一次通電話 我真的有些覺得 哇 真是很難搞 的確有些人 我們是會 有些幫到 有些是幫不到的 他是一直都 即是 不能夠改變 那個性格 太過固執 改不到 那麼我最初都想 是不是太難改了 但是呢 感謝處 很快看到他改變 這個是很開心的 這個是一個很大禮物 一個非常大禮物 我還聽到 昨晚他們是慶祝 他65歲生日 就去了機場那裡 去吃飯 所以我覺得 這個是一件 非常好的事來的 好了 那下一點呢 就是我們很多事 第一次就說到 背著那個人 我們要放手 不要背著他 我們大家想一下 有什麼人我們背著他 要放手 那第二個就是 過高的期望 有些父母很想 兒子成功 將來做醫生 成功 喂 慢慢降低了 起碼賺到錢 起碼不用靠我 起碼 就是很多事 就會期望他 希望他會這樣有 但是事實上 很多時候他未必 會做到這件事 那你說很難的 那他將來不做工 那怎麼辦呢 他不做工是他的責任 但有些父母背得太重了 所以從小時候他不做什麼 就幫他做完 從小時候開始做完 所以他就覺得 我不做 我媽媽一定幫我的 所以他不用做的 總之他就一直用他的方法 媽媽就一定幫他 那時候他就養成一種依賴的性格 但是你說 OK 不要緊 你沒有讀書 那你沒有讀 那明天考試 那你不合格 那是你的問題 雖然你關心他 但是你都能夠放手的時候 你就不是背著了 那你自己要想一下 你自己要擔這個 就是讓他自己負這個責任 那我見到有些 我見過有些父母 他通常來說 有些是 都有一些錢的 那兒子呢 總有錢用 他要用總有錢用 那他又不上班 又不讀書 又坐在房間裡 但是他天天會哄他 給他吃 希望他改變 但是他總是勸不到他 因為他總是會 即是被他牽制著 當他牽制著的時候 他始終不能夠讓他負責任 所以其中一件事 就是讓他負責 其實如果我們中間有子女 應該由小到大幫他經歷聖靈 讓他經歷聖靈 由小到大依靠神 那時候 他的生命就會成長 否則 他經常靠你的時候 是不行的 過高的期望的時候 達不到的時候 就會失望 會程序化 好了 那我們要分辨 對什麼人有什麼期望 其實不是說沒有期望 我和我太太 她今天不在 我和我太太 是的而且確 是有很多期望 其實她都跟我說 她說她對我的期望是很高的 因為她不只是期望我和她一起去玩 她期望我有時候都會約她 她會跟我說 她每次都會說 我現在有這個時間 她會告訴我 有這個時間 我可以做什麼 她說 其實我約一下她 是令她開心一些 不只是跟她一起 其實我很享受 很享受 但我很多時候會說 我會這樣約會 我會說 你什麼時候有空 因為她是做教書 很忙的 你什麼時候有空 我就會 我就逢你去街 但是她就說 我想你不是這樣 我想你 是有時候主動一些 就是告訴我 你想什麼時候約她 我試過問她 我問她 你今晚做什麼 她就 笑笑一下 你想做什麼 我說 你的時間 就約你 今晚去拍拖 她就告訴我 她說 我經常都很開心 她會問我 為什麼 你知道嗎 我就告訴她 因為我今早約你 我問你今天 今晚你做什麼 她就很開心 她對我有這個期望 但她這個期望 她不是第一天 認識我 她慢慢引導我 她說 我更加喜歡你約我 她告訴我 那我就下次做 這就是一個 成功的太太做到一件事 就不是說 我約你 你約不約我 她就覺得很大壓力 但當她說 當我約她 她就很開心 我記得這件事 我就會放在記憶裡面 我就會去做 其實她對我的期望 其實我會發覺 是高過很多的丈夫 不單止是做家務 這些小事 是很多事 是會想到她的感覺 立刻關顧她 但她是很成功地 令到我是很樂意去做 是很享受去做 也都是每一次必定有回報 任何一件事我做到她身上 她都一定是很開心 笑得很開心的 我也希望大家 真的和人的關係都是這樣的 即是 你發覺對方做不到的時候 你提升她 而她一做到 哇 真的很開心 你今天做到這件事 真的很開心 這樣的時候 這個鼓勵是大過負面的 說話 對不對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 分辨什麼人 即是有些人 你可以期望多些 有些人是 期望少些 但是總不要被人壓力 被人壓力的時候 有一本書曾經說過友誼 他說 因為很多人有友誼 就開始 有時候會有些要求 即是說 有些負面的要求是不好的 有些負面的要求 比如什麼 你昨晚去哪裡 你和誰去街 為何你不找我去街 那他就說 如果你這樣做 你的朋友很快就會離開了 因為他們就會覺得 哇 我和你一起有壓力 如果我不找你 是要匯報的 如果不找你 又會運我去哪裡 那時候就有壓力 所以我們什麼時候 怎麼期望 就算我和我太太 這麼高的期望 我們都是不給對方壓力的 是很輕鬆的 那譬如我們 我們本來約了 這個星期六去 去家道理 我們但是又再去 因為有這個什麼櫻花 是不是有櫻花 但是我說我趕不及了 因為我下個禮拜 要教一個婚姻婦動的課程 我寫不及 那我就告訴他 那我知道他一定有失望 不過他也是 告訴我 他說OK 就是他知道我所做的事情 是重來他 所以他會接受 但是我知道他會失望 那這個是 就是說 我們都會溝通我們的需要 而期望呢 永遠都是放在神的身上 他會成了一切 就不是放在人的身上 在這裡呢 我就將人的分辨 這個圖是很重要的 第一 我們分辨這個人是什麼人 因為其實一個人的關係 很重要是他是什麼人 不只是溝通 就是有些人以為 好的溝通就建立婚姻 不是的 最重要是愛 是你想做在對方身上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溝通只是愛裡面的其中一 愛裡面的表達 還有怎麼大家明白對方的 好了 有些人愛我們 我們的期望是會高些的 但是也都自己對自己的期望 應該高些 他這麼愛我 我要珍惜 就是我都跟自己講的 我太太這麼愛我 我真的要珍惜 我要保持這個關係 這麼好 一直都這麼好的 就是我是真的很覺得 我們兩個都很全心愛對方 我很想到我離世那天 他都一樣 整個過程 是中間沒有一些刺發生 沒有一些不好的發生 所以在我說每一句話 我都要想一想 如果我有什麼提議 我去想一想 怎麼講法是最好的 不要讓他在心中有一條刺 但有些人呢 是經常 夫妻講話都經常有一條刺 或者同工經常講一條刺 或者早了和早完 有一條刺 我們要知道 就是一條刺 可以傷害很嚴重 很嚴重 所以我們知道他是愛我人 我更加要珍惜 他做每一件事我都要珍惜 珍惜的時候 那個關係就會好 還有自己都說 我珍惜的時候 我自己怎麼去愛他 還有有些人是容易相處的 而下爹對比呢 有些人愛他比較少 這個我覺得斯文一點 的確有些人呢 有時甚至會陷害我們 這個世界上是會有這樣的人 有時他有意無意 或者甚至基督徒有時會 他會特意對付我們 都會有的 我們要分辨這個人 他是甚麼人 不是說基督徒一定是好的 當然信耶穌應該是好 但是有些基督徒是 的而且在我生命裏面有破口的 我們知道這樣的時候 我們期望就會低了 也有些甚麼不好的說話 我們就不會受傷害了 因為知道他是這樣的人 有時你說 那個人很愛我們的人 忽然間他做了一件不好的 就傷害得很大了 所以我們怎樣都不能夠 將我們的信心 放在一個人身上 因為人總會有事 他做不到我們想做的事 即是我們的期望 不能夠太高 但是必然有一個健康的期望 亦都是怎樣保持 為甚麼他會這樣改變 我們一定要找個方法去處理 有些人是教義相處的 那你的時候 你會很自然會期望 有些很自然的期望 你叫他早晨 他會叫你早晨 這是很自然的期望 是必然有的 但是有些人 你叫他早晨 他不會理睬你的 那你就要把期望降低了 他不理睬我都可以的 即是你預算 你還會叫他早晨 他是不理睬你的 不要緊 神知道 當是對耶穌說 早晨 他收不到 但是耶穌收到 但是現在有事 慢慢都會影響他 這就是我們 調教我們的期望 那為有些人是容易改變 事實上 任何人 就算他容易改變 你都記實 不要隨意去改他 我想問你 如果你做了一件事 有些人總會告訴你 你做錯 你會不會開心呢 有人說你要改 你會不會很開心去改呢 多數人是很難的 即是有些人是比較容易改變 但是都依然不是容易的 所以我們不要覺得 叫人改是一件容易的事 或者隨意說出來 但有些人就以為大聲一點就會改 那這個是一個提話來的 大聲一點就會改 但其實他不會改 他只是聽到你的聲音很害怕 於是以後都會怕了 聽到你的聲音 一聽到你的聲音快點躲起來 當不知道 或者 哇 你一去回外交 或者去哪裡 很開心 他去外交 哎呀我寧靜幾日 這樣的時候 變成他怕 驚而遠之 這個關係是很有問題的 所以 我們要知道 改變人是一件很難很難的事 是真正只有神改變 在這個世界上 我們改變了些少 都是用愛去改變的 所以當一個人很難改變的時候 既然難改變 你就不要期望去改變 他這麼多年都是這樣 為什麼你期望去改變呢 但是你愛或者 他會慢慢改變 但是很多人就是 跟我們說 他經常都是這樣罵我 經常罵我 經常罵我 他罵了他多久 很多年了 他經常都這樣罵 為什麼要罵我呢 但是他總是接受不到 他是罵他的 即既然他是罵了幾十年 他都會繼續罵 除非他有改變 那時候呢 你就期望 就降低 其實這一點呢 就會減輕你很多痛苦 有很多人 即是會令到我們減輕你的痛苦 還有呢 常見的人 和不常見的人 那個很久才見一次 他就算有多少問題就算了 不要緊要 忍一會兒 當沒事了 因為他很難改 但是有時候 有些人 他的生命真的很好 他願意改變的時候 就算你見他一會兒 你都可以影響他的 那這個就是 你判斷一個人 你應不應該對他的期望 還有呢 是不需要去幫助他改變 當然我們應該幫人改變 但是有些人 你越幫他越難改 還有你越幫他越對抗你 有沒有事見過什麼人 有 即是有些人 你不可以改變他的 改變不了的 你改變他 是只有反效果 你可以愛他 這件事 任何人 他難改也好 我們都可以愛他的 好了 也有時候 我們會容易 因為人而情緒化 會急躁 發猛症 很生氣 其實因為他不改 所以我們的心 就很激氣了 那這件事 我是決意不要做 因為越激氣 是越 越不能夠改變到他的 那因為呢 對人 兩個原因 我們會情緒化 因為對他有要求 希望他會做到些事情 而他沒有做 明明說了他做什麼 他又忘記做 那就生氣了 這個是人的自然反應 但是呢 人自然反應 並不代表一定是對的 那另外呢 就是 還有呢 我們自己處理不到情緒 很多人學不到這件事 那這件事 是我們需要學的 學習 就算人不好 都不要緊 其實一個婚姻好 關係好 很重點 就是我們能夠學到 處理情緒 很多時候 很多人結婚呢 他是想著 我都二十幾歲 他又二十幾歲 大家都 大家都 狼才女貌 那就可以結婚了 以為呢 大家都成熟 他又賺到錢 我就賺到錢 就可以結婚了 但其實 是要看這個人的生命 如果他生命有問題的時候 結婚是很困難的 是他裡面的質素 如果他裡面的質素 是很肯定的 這件事一定要處理 如果處理不到的時候 不結婚是好 那為什麼有些人 他心裡面能夠平靜呢 就是 盧家福音六章四五節一起讀 善人從他心裡所存的事 就發出事來 惡人從他心裡所存的惡 就發出惡來 因為心裡所充滿的 心裡就說出來 就是他心裡面想 很多不好的東西 Geliguro 出口就會出這些Geliguro的事 多數的人 當他有什麼不好的事 或者人罵他 多數的人會有什麼反應呢 多數的人都會生氣 多數人裡面是Geliguro的 一個人真的能夠 人家對他不好 依然能夠平安喜樂 必然是從神而來 人是沒有這種力量的 是從神而來 有一種生命 有一種封盛的生命 人家說什麼說話 都不放在心上 於是心裡面 是時時湧流著愛人的心 這樣的時候 他所和人的關係 他和人的關係 就容易容易處理 容易建立得好 好了 詩篇三十七篇第七節 很特別的經文說到 不要心懷不平 不要為那些道路通達的 和惡謀成就的人 心懷不平 有時候我們會想到 那些人 那些道路通達 他這麼順利 和惡謀成就 他這麼不好的計劃 居然成就害人 不要因為他心懷不平 神會追討的 身冤在我 我必報應神話 所以你的仇敵餓了 就吸他吃 不要緊的 神會追討的 我們就放手 當止住老氣 利氣憤怒 不要心懷不平 以致作惡 在心裏面 不平就會很容易犯罪 好了 那第五種問題 就是對人無愛 這其實是很多人的心態 很多人結婚的時候 通常說 如果他真心說 跟朋友說 我要找個美女 很溫柔的 很吸引的 那女的又說 找個英俊 高大的 賺到錢的 又聽我說話的 就是人家有這樣說 人家有這樣說 人家有這樣說 我想找個什麼人 找個什麼人 很少說 我結婚之後 我真的要怎樣愛他 就是要怎樣關心他 對他好 我要照顧他 令他很開心的 你差不多 你聽不到人這樣說 就是不要讓人說 好了我結婚了 我要怎樣對他好 怎樣照顧他 真的令到他 哇 天天被愛的 我們真的 他天天都享受我的關係 就是很少人會在心裡想 所以他跟朋友說的時候 就會說真話 他找輔導員的時候 未必會說這個真話 因為 可能他為甚麼 他說為甚麼結婚呢 我是為了 想他對我好些 我想為了錢 我想為了 有個人照顧我 就是有些人都是這樣 結婚就是為了 有人照顧他 是一個完全為自己的心態 就是人基本上 是為自己多的 就算人上教堂也是 很多人都是想自己得到什麼 但是當一個人 有神的生命的時候 他開始說 神給我這麼多好處 我就想做在人身上 所以我樂意做在人身上 是義務的 是白白的 是真的 是完全的心態 是祝福 那這個呢 這種的愛 在這個世界上 是少有的 但如果我有神的生命 你想真的討神起 你就是真的 有一種無私的愛 神就知道你有這種無私 神會將很多恩典給你的 神會一直祝福你 並且你周圍的人 都會看到你的愛 他會被你吸引 你的朋友會很多 有些人經常怕 都不知道有沒有人 喜歡我的 我將來都嫁不出 又娶不到老婆 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但如果一個人經常都對人好 他一定是 他的問題不是他沒有 其實太多人對他有興趣的時候 他要分辨哪一個是神所預備的 因為他實在對人很好 所以那時候 那個問題是他找不到 而是他要分辨哪一個是神所預備的 很多人對人是沒有什麼關心的 有時候開小組很明顯的看到 有個人分享 他經常都看著我 為甚麼呢 我發現原來 一個人都沒有看他 那些人開始做手指甲 看著旁邊那個 為甚麼講那麼久呢 可能他的心態可能 但為甚麼我會聽他說呢 不是他好聽 而我聽過他生命那麼多苦 那我說 哇 真的很辛苦 那我就看著他 他在看著我 那我就想看著周圍的人 你是跟周圍的人聊天 但是很多人就是沒有甚麼興趣 那所以我們求主幫我們 就是有一種關心人的心 人的事好像我的事那樣 那樣關心 對人沒有憐憫沒有愛 很多人一通 跟人建立關係有難所 很多人很難跟人建立關係 因為沒有甚麼愛 所以沒有甚麼朋友 不能夠跟人好好的溝通 但是求耶穌幫助我們 能夠整天愛人關心人 聆聽人 你整天聆聽人 你一定有很多朋友 你一定有很多人喜歡跟你說話 很多人很歡喜跟你聊天 因為他覺得你對他關心 你會聆聽他 所以這樣的時候 你的跟人關係就沒有問題了 有些人就難以跟人溝通 因為為甚麼呢 大家有沒有見過有些人 有些人跟他講話 哇 他不斷說 是沒有停的 他沒有聽我的反應 他只是說他的需要 說他的問題 沒有聽到對方是怎樣的 那時候這個人是獨白的 大家可能都見過這樣的人 就是這樣的人是難一點有朋友的 因為他一跟他聊天 他就一邊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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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沒有停的時候 他沒有聽到別人說的話 他不會給人反應的時候 他是很難有朋友的 所以我們要聆聽人 看看他有些甚麼事情 就算我們說一些事情 都要看他有沒有反應 譬如我們就算有時候 要帶領他 教導他 都要看他有沒有反應 明白嗎 這樣的時候 沒有愛心的人 是沒有同行的人 很難找到討告的伴侶 也都很難接受孤單 因為他很孤單 他很難接受孤單 其實這樣的人很淒涼 他以為我不愛人 甚麼都為自己 他就得到最多 其實他得到最少 他這個世上得到很少的愛 一個不愛人的人 就算有人願意跟他結婚 都是想利用他的 但一個是愛人的人 他兩個可以真心 真心真意對對方 這個是最有福的人 所以希望大家成為一個真正愛人的人 這個就是同人關係 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有人一書三章十四節一起讀 沒有愛心的 仍住在死中 即是沒有愛的時候 仍然是住在死中的 創世紀二章十八節 耶和神說 那人獨居不好 我要為他做一個配偶幫助他 這裡說到神做配偶的原因 是幫助他 當然其實太太幫助丈夫 這個是神所說的 不過沒有丈夫就把這句說話說 你幫助我 丈夫應該是幫助妻子 因為聖經說愛妻子 所以愛妻子是包括幫助的 這句說話告訴我 我們人際關係一樣很重要 是想著幫他 建立他 興起他 提升他 這樣的時候 那個人就被提升 他也會很歡迎你的幫助 你就總會有朋友的 你越是祝福人 有時有些輔導的時候 太太都說 唉 我丈夫不喜歡收拾東西 整天的東西都很亂 我說你看看全香港寡老的家 你看看有幾間整齊 是很少的 即是 男性通常是比較亂的 當然是可以改 也有例外 當然我們男性就不要說 即是說必然是這樣 我是這樣亂的 即是我們都應該盡我的責任 但是我就跟很多太太說 我說 神做太太真的有個特色的女性 是有個很整齊的心 她很管理的心 她家裡管理得很整齊 這個是恩賜來的 那有些人我不想這個恩賜 這個恩賜要付出代價 很辛苦 但是因為太太有這個心 所以這個世界的家庭 家裡是多些是整齊 雖然有些都不是很整齊 如果全部都是寡老的家裡 是很亂 很骯髒的 但是這樣就是神 這個世界上有女性 女性呢 當她嫁了她丈夫之後 她家裡她弄得很乾淨 女性的心是很舒服的 這個是很多女性跟我說的 她說 整個家裡是很舒服的 那我就跟那些女性說 那你可不可以看迷 這個就是你祝福丈夫的地方 就是你丈夫就是亂 所以神就把你放在她旁邊 可以整齊她家裡 令到她舒服 但是 哇 那我是很不值 那我就是跟她收好 那她舒服她又弄亂 那我又再去收拾過 不是很不值 但是這個就是一個服侍的心態 當你有服侍的心態的時候 你的丈夫覺得歡喜 你又覺得真的有貢獻 你真的有貢獻 所以這個心態就說 很不值 一個心態 另一個心態就是 這樣你就祝福她 祝福她 慢慢她會提升 她見到你這麼好 撿得這麼整齊 她慢慢都會撿得整齊些 所以這個 就是太太門的一個心態 你服侍她 用一個甘心樂意服侍的心 好像服侍著耶穌 那樣 這樣的時候 耶穌就歡喜了 那丈夫也都服侍你太太 好像服侍著耶穌 那樣 我太太這幾天咳 她很喜歡我做一件事 就是跟她掃背 我掃背 一直在祈禱 她很喜歡 那我發訊息給她 今天回家 她通常說 什麼時候回來 我們通常都會有溝通 那我就會說 你回來呢 我就跟她掃背 她就很開心 是我真心做的 為什麼呢 她是會開心的 我做到她身上 我會說 你做回來 掃背我吧 不是一定的 不是一定要她掃背我 這個就是我們能夠 祝福人的時候 這個幫助人的心態 好嗎 好 非常好的 所以不要覺得 我有服侍的一次 很不值得 我經常都服侍 那我也都希望 我們中間的丈夫 不要因為這樣 所以你就說 她做完了 而是真的 甘心樂意去做 你見到她做那麼辛苦 幫忙吧 是吧 好了 針言十七章十七節 朋友乃時常親愛 弟兄為患難而生 朋友債時常親愛 弟兄為患難而生 患難的時候 你就見到誰是弟兄 就是我們真是造在人的身上 這個就是 同人關係很重要 就是你想同人關係好 不單止是不給她的不好的影響 不斷祝福她 並且真是愛她 祝福她 這樣的時候 就建立到好的關係 不受的影響 雖然那些人不好 依然對她好 有一天她可能會改變 我是曾經試過 有些人 她一直都沒有甚麼理睬我 我又經常招呼 當我曾經做軟木的時候 支持我的事工 我做軟木的時候 有些人都沒有理睬我 那我一直都跟他們招呼 到我臨走一天 有一個護士跟我說 他說你天天來到 都一定跟我們招呼 我真的覺得很開心 那這句說話 當然我不是因為這句說話 覺得開心 但這句說話告訴我 雖然有些人沒有反應 但其實他的心是受落了 我希望大家都會看得到這件事 就是鐵磨鐵磨出人來 朋友相感 也是這樣 就是說 朋友之間那種的相處 是會令我們更加成長的 就是好像鐵磨鐵磨到它能夠滑 這個就是朋友的相處 我們看回五種因為人而產生的問題 第一就是 被人的看法行動和關係影響 於是就很不開心 第二種是太依賴 太擔負人的淡子 第三就是過高的期望 然後就情緒化 其實最重點就是沒有愛 沒有愛的時候就會有問題 當我們不受人影響 而有愛的時候 關係就會改善 OK 德性五部歌是怎樣 就是留 這幾個詞 大家記得 第一是留意 一起説黃色字 留意 第二是賀慰性 第三是聖經主理 第四是親近神 第五是持續選擇 這個就是德性五部曲 就是 我知道我怎樣受人影響 接著我知道有破維性 如果我給他影響有破維性 然後我用聖經處理 接著我就親近神得力 然後就選擇信服 有一個簡單的三部曲 德性三部曲很簡單 留意問題 接著親近神 接著選擇 這個簡單 接著我說一次 留意 親近神 選擇 選擇我不給他影響 雖然他不好 我選擇不給他影響 選擇不餓他 選擇不餓他 希望大家 能夠在人的關係上 得勝 行不行 不給人影響 破維神 在我們生命中的計劃 我看到神在我們生命中 很奇妙的計劃 當我每一次去宣教 我看到神怎樣使用我 我就說 神可以大大使用我 做更大的事 神可以使用你 我就說 我不要因為人而破維了這個計劃 我們一起去說 我不要因為人而破維了神這個計劃 我們一起去祈禱 大家站起來 親愛天父 我們多謝讚給你 多謝你 因為你賜給我們有人 在我們周圍有人 讓我們有溫暖 有關心 有關懷 我們要感激神 透過人祝福我們 也要感激人在我們身上做的一切 但是同時我們都學習 不要被人影響 不要被他們的說話 他們的態度影響 也同時是 不要對他們有太高的期望 或者背著他們的重担 或者因為他們的情緒化 而是凡事祝福 當我們祝福人的時候 他們的生命就會提升 多謝主耶穌 求耶穌幫助我們 在人的關係上得性有緣 靠著耶穌基督 不是覺得人很煩 而是將人一個一個 慢慢用愛心去改變 一個一個 神給我們的愛心去軟化他們的心 我們的關心 將它慢慢軟化 是 是 是